只有远警尽力做好 秦区的查访工作 反而遭到冤枉的判刑 这是在93年 失调处查案 另外监听到了有一通电话 就以此认定了 顾姓远警是打电话给业者 就是要来通风报信 以泄密罪将他送办 而法院完全不听远警的解释 他打电话是故意要刺探业者 会不会很紧张的侦查行动 判刑9个月定线 而根据了这个调查发现呢 当天的确呢 是没有顾姓远警电话中说的勤务 根本不构成泄密罪 但是他被判刑了 连警察的工作也丢了 他决定要露脸面对镜头 控诉法官违法判决 厚厚一叠奖承令 26只小工405只嘉奖 每年都是夹等烤鸡 顾姓远警以优良的记录 证明自己是个好警察 甚至荣获91年 他被试机有远警 带着当时的女朋友 就是现在的妻子一起同游欧洲 两人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 然而这幅快乐的景象 却被一个判决给摧毁了 我一个侦查技巧 他把我硬展说我歇密了 我工作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做警察者 什么心服 这一切起因于93年12月21日 他的料姓派出所主管 打来的一通电话说 现在二公司 二分公司的 跟中二的专案的在那个白 他回说白玉楼 主管接着说 在那边在那边绕 顾姓远警回答 哦 我了解 随机挂上电话 他心想 业者之前深深酒楼停业了 还说以后警察不能随便来领检 但是他之前就听说 白玉楼违法开电玩 可是他又不能任意闯入 要怎么办呢 于是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打电话给业者 表示说 有人在附近看了 刺探业者会有什么反应 我先打电给他试试看 我等下上班的时候再去看 他有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以后 我一上班 接着上班 我就去 就在附近查看 看了两天 他们以前门口都没有人在顾 连续两天都有人站刚 那我就觉得 那就应该是有了 于是第三天 他马上打电话 跟分局的督察员报告 白玉楼可能有经营违法电玩 没想到调查局试调处 在追查另一起贪污案件时 监听一名诚信员警 和业者的对话 意外听到这一通电话 认为他泄密 将顾信员警起诉送法办 检报跟院方 把我一个侦查作为 来认定我泄密的依据 我当然不服 你说我有贪污业者 他也自己讲 我最倒霉 我都没有授权 赵士统统统没有我 监听的内容 也都没有说我有任何贪污 搜权的语气都没有啊 我今天我有句宣明 我会跟督察员报告吗 督察员会运输 出来帮我作证吗 他都会出来帮我作证啊 可是法院还是不采啊 结果顾信员警 被法院以泄密罪 判刑九个月的有期徒刑 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定验 要入肩执行 今天一个警察 都会被法院这样子欺负 都是老百姓 调出高等法院的判决书 廖宗雄的证词 他在前面讲说他无证据能力 可是他在后面的判决理由里面 又把廖宗雄的证词引进来 作为对故义不利的一个证据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矛盾 这个瑕疵就比较大了 而高等法院的说法 认定无证据能力的是廖宪主管 在检察官征讯时的证词 定罪依据的是廖宪主管 在试调处的征讯笔录 具有证据能力 顾信员警遭判刑的刑法132条 泄露国防以外之秘密罪第一项 是指公务员泄露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误评者 代表一调 勤务的存在才有所谓的秘密 也才会构成泄密罪 高等法院这个判决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以这个案子来讲 前后勾系 他包括看他的判决书 他判决书自己 最后就讲出来 事实上那一天晚上 没有这个勤务 法律就是要依照证据去堆栖 要去看嘛 你在这个案子里面 真的认定 他那一晚上就是没这个勤务 整个分局没有这样子的 零检的勤务 是没有秘密不成罪 他就是无罪啊 所以这个判决其实是离谱的 高等法院到目前为止 提不出真的有勤务的证明 也没有从中山分局二组 和中山二判出所 等相关人口中 问出或查证出 有所谓顾性远景泄露的具体勤务 而廖姓主管也仅仅是听说 但是顾性远景却因为这个判决 毁了下半辈子 他不知道我被停止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被停止 所以他以为爸爸每天 约上班还先去当警察 对 这种营养真的很大 就罗蒙 我看着很新的 因为他怕我担心 所以他都说没事没事 他可以 知情完以后 再走后续的路 但是 我知道他是在我面前做得很坚强 为了捍卫自己的清白 顾性远景说 不论如何都要争取到底 而律师指出 台湾的非常上诉 和再审的救济程序 门槛实在太高 对于遭到冤判的人 根本难以平反 果真没几天 非常上诉就遭到驳回 叫一个只想做好警察工作的顾先生 怎么能不灰心丧志 做了18年的警察 就说这种下场 真的 好